前两天巴菲特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有人给苹果用户一万美金 代价是今生不再使用iPhone 他觉得相当部分的苹果用户 不会选择拿这笔钱 但如果放到汽车行业 可能很多用户就会就此动摇 当然这个问题放到具体的人身上 做出了选择多少回不同 但问题就是 巴菲特这个假设情形下 绝对会有相当一部分苹果用户 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概括来说就是 他通过这个假设提出了一个反生问题 从而形象地说明苹果生态的价值 但显然还是有人宁可要钱 而不要iPhone 如果把时间线拉回2015 我刚上大学那会儿 那个时间点 我其实更认可Google生态的体验 当时我用的服务 玩的游戏基本和Google有关 用的Nexus 9单核性能比A8还要强 还更早支持分屏 而且可穿戴设备的布局也更早 以及我认为Google的 Material Design的跨平台设计才是未来 再加上Project Tango这类黑合计称托 那个时候苹果在我眼里 只是一家割韭菜公司 唯一让我觉得非常有好感的 就是iPhone的这个产品 毕竟用过这个产品才知道 这网页的歌曲管理和交互 可以说是前推荐时代 找不到第二家的存在 结果在那个时候 苹果就突然发布了新的iPhone Touch 芯片和iPhone 6一样都是A8 虽然降点评 内存也都是1GB 摄像头也是800万像素 材质也是铝合金 但iPhone的要更轻更薄 而且颜色更多 关键价格只要iPhone 6的三分之一还不到 除了没有蜂窝数据之外 iPhone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iPhone SE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是 iPhone到手之后除了拿来听歌 在那个时候的主要目的 是让它制住那些不得不用的国产APP 命运之后在巧合之下 一个朋友送了我一台窗目镜店的iPhone 6 拿来折腾 一开始我接上iPhone 7的Smart Battery Case 让它能正常使用 后来换了新的电池之后 就成了我的主力机了 真的上手之后 发现iPhone的存体体验意外的还行 这算是我接触4.7寸iPhone的开始 作为手机比起iPhone的要好用不少 而且还有外接电池提供额外续航 主要问题还是16G存储不太够用 所以还是换64G容量的iPhone 8 这样还能接用原来的外接电池 这个时候用下来的主要问题 还是iPhone 8的2G RAM实在不够用 开相机会卡住老半天 所以出门旅行都会带上Pixel 2 XL 一方面是开相机更快 双击电源键就行 还找素质也不错 另外一方面 还有Project 5这样的流量卡套餐 到了后面换了iPhone 11 Pro之后 不管Pixel还是iPhone 8 一下子就变得没什么吸引力了 哪怕到后面又体验了iPhone SE2两个月 总还是觉得这台机器有些意义不明 而且A13在小机器上的表现也不太理想 直到去年推出了A15的SE3 虽然这台旧瓶装新酒的机器 在日常表现上有明显改进 但当时它在我的设备中的出厂率并不高 直到去年年底 我才明确了它在我日常设备中的定位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聊 我对SE3一年以来的深度体验 首先SE3和我现在的iPhone 14 Pro搭配 它俩组合在一起就相当于能双开的折叠屏手机 跨设备剪切板 iCloud同步和AirPods播放切换 形成了无缝的互通 而安卓系统的App对图片复制粘贴的支持普遍很差 像Gboard的剪切板无法粘贴进OneNote 只有用Surface Duo的微软自家拖拽 才能把Edge的图片拖进OneNote 或者是从自家的OneDrive里拖图片 虽然说SE和iPhone之间不能直接拖拽 但比AirDrop更方便的复制粘贴操作是基本没问题 我说基本没问题的意思大概就是十次里面大概有一两次会失败 取决于无线电环境 另外一方面 分别登录两个微信账号也能区分工作和生活 当然微信不支持多账号登录算是它本身的问题 而SE3作为第二台手机的一个原因 在于如今的14Pro系列实在太重了 14ProDEC比SE3重了超过60克 而且重心更高 像前几年就有个寒命率的说法 方现在可以类比成寒mini率 代表身边朋友用mini手机的含量 像我这边的朋友用mini或者SE的比例就还挺高 基本上都是为了单手操作 以及为了和主力iPhone能金融配件 我选择这个带磁铁的保护壳 SE因为比较轻比较小 所以很适合塞在衬衫口袋里 然后这个挂绳孔就可以挂住SE这个重量的手机 而14Pro的重量就不适合这么做 去外地旅行的时候也能把卡包系附在上面 方便拿出交通卡 没法加Apple Pay的Visa卡 身份证或者港澳通行证 以及可以避免卡包蹭桌面导致弄脏或者磨损 官方卡包的阻尼基本不会让卡掉出来 但缺点就是SE3并不支持MagSafe握手 无法激活卡包的查找功能 回过头来讨论双持的体验 正是因为SE3比较轻还能挂在脖子上 所以操作完了可以直接松手 正是因为轻薄 还有能挂在脖子上 这样我的SE的出厂频率甚至不亚于14Pro 两台手机相互协作 也能实现折叠屏手机那种多任务的操作 而且这台SE3的续航已经到了 我觉得能接受水平 拿回家之后放到无线充电板上就能充上电 另外一个需求就是给非蜂窝版的iPad Pro开热点 这样iPad Pro待机也更长 而且5G的iPhone也能开5GHz热点 续航表现还行 户外能通过MagSafe外接电池补电 第二台手机和主力机一样是iPhone 还有很多好处 比如它们之间可以同步专注模式 这样可以积极保时静音 或者是同步短信 特别是自动填充验证码 备用机放假里也能同步到主力机 有第二只手机的话 在内容生产上也能带来方便 比如让SE3充当专门的相机监视器 可以支持TALUT 显示Log的波形图 镜像对着自己监看 TALUT可以自定义 也规避了索尼机内干嘛辅助 默认限制800%的问题 或者用MF的采集卡实现监看 还有全高清推流 在互安耐厚性 续航还有信号稳定度 表现基本都能接受 至于A15加4G内存性能表现 放到现在也属于挑不出毛病的水平 相比SE2的A13的发热耗电大有改观 相比主流旗舰2000尼特亮度和120Hz高刷 当然有的人多少会介意 SE2峰值620尼特亮度和60Hz的刷新率 亮度方面我觉得确实 SE600尼特的水平在户外的可读性只能说凑合 但我觉得60Hz刷新率真的不是什么问题 相比之下 优秀的持握感带来的操作便利更为重要 最后总结 虽然SE3不是旗舰产品 但是扎实的软硬件功底保证了出色的核心体验 而它轻便设计就让它出场率大增 关键是它和旗舰iPhone一样 也能体验到苹果生态的诸多便利 然而在其他3C产品中 这样定位的产品并不常见 很多的C版青春版 要么没便宜多少 又或者是核心指标距离旗舰太远 而来风SE不一样 在价格只要旗舰LF03三分之二的情况下 距离旗舰版11万转差距不大 就像A15四核和五核GPU的差别 以前用的传统吹风机声音很大 炒到浴室关了门都能听见 风量却感人 很依赖热量吹干头发 这样对头发的伤害很大 而且洗完澡失手的情况下 很难推动风速开关 滤网也老是堵住 清洁之后 细碎的粉尘就会被电热丝烤焦 而来风SE采用了自研高速无刷电机 进风口在下面 这种滤网结构不容易堵 也更方便清洁 灰尘也不容易被电热丝烤焦 最大档风速的声音明显清了不少 但是风速大到有反推的感觉 更快的转速带来高风速还有大风量 让干发更快 这样对出风温度的要求更低 减少对发质的损伤 按钮的设计也舒服很多 刚洗完澡擦干的时候也能推得动 相比原来的吹风机只支持冷热风 来风SE还支持了暖风和冷热循环模式 夏天吹发的体验会更好 来风SE不仅售价更清明 而且可选配色更多更灵动 如果感兴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卡片了解更多